大家好,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我是明静 今天是中秋节,在此我祝愿您和您的家人中秋节快乐,幸福安康 今天我们聊三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9日召开会议 释放出关于二十大的重要信息 第二个话题是,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明年3月已超过74岁 他不太可能继任,那谁来接替王岐山呢?李克强会不会接班? 第三个话题是,新疆伊犁州因疫情封控近40天 民众缺乏物资,有的老人饿死,有的临盆孕妇不能进医院生产 悲剧频传 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五9日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会议针对中共二十大报告 党章修正案等进行讨论 据新华社消息 会议认为,要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再接再厉 这一表述意味着习近平渴望在中共二十大后将连任 会议通稿表示,要把二十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 旅美学者胡平表示 习近平思想在十九大已经写进了党章 而且已经写进了宪法 这次可能要做出进一步提升 原来用的是一个很长的叫法 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如果在二十大再次修改党章 很可能简称为习近平思想 这样实际上就把习近平思想提到一个更高的地位 因为此前只有毛泽东思想 在个人崇拜方面 习近平就达到了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程度 胡平解释说 在中国的与会中 思想是一个最高级的成位 差一点的叫理论 如邓小平理论 至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都没有冠名字 连理论都不是 当然就更低了 所以如果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 就意味着习在中共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就和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了 胡平说 这也表明在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的权力会进一步的扩张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表现了 近年习近平思想已经变成了大中小学的教材 公务员都必须学 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类似文革时对毛崇拜的顶峰状况 文革中的毛泽东在林彪死后 要求在党章中只出现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思想 即毛泽东思想 而如今的习近平比当年的毛泽东更过分 不但把习思想写入党章 还把习核心也写进去 舆论指出 事实上一旦把某个人的核心地位 在党章中法定下来 那就意味着他已经没有任期的限制了 时事评论员 李林一表示 中共政治局会议公报中都是党文化的话 其实意思就是说 中共党章里面有些东西不适合了 有些要增补了 以更好体现习思想 修改党章说到底是为其理论的合法性背书 李林一认为 中共现在遭受的内外困境 在其党史上都是罕见的 一旦习连任 中共若保持原先的惯性走下去 按照现在中国社会这种压力和民怨 难说会否在未来五年内出大事 甚至有没有二十一大都难说 这样看来 习近平有没有任期的限制 也就没有了意义 中共二十大临近 高层人士卡位 呈外界关注焦点 74岁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预料会卸任 那么谁来接替呢 外界分析 下届国家副主席将会更弱势 可能人选包括李克强 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 按中共过往一般就四种模式 第一种是所谓的胡锦涛 习近平这种接班人模式 第二种是曾庆红这种实权派的常委模式 还有是李元朝模式和现在的王岐山模式 以习的个性和他的权力布局需要 第一种和第二种模式都不大可能 也就是说 国家副主席走接班人模式和实权派模式 可能性都不大 李元华认为 第四种王岐山模式也不是特别可能 王岐山还属于被边缘化之后的 像第八常委 他之前毕竟地位比较高 王岐山在任副主席之前是政治局常委 他认为副主席很可能会恢复到李元朝那种模式 在习近平第一任期 李元朝当副主席 但只作为政治局委员 他表示 因为习一直想定于一尊 所以他不希望周边的人是有真正权力的人 所以更有可能的是比较弱势一点的 或者相对级别低一点的那种国家副主席 这样他很多事情才好办 那种真正能干的或者多少对他有制衡的人 可能都不是他的人选 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会觉得安心的 毛泽东当年绝对权威 绝对的独裁 但是他依然觉得不安心 他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给拿下去了 林彪也给拿下去 在中共内斗中 他们总觉得没有安全感 不过旅美学者李恒青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习近平不但要连任 而且他还可能要终身掌权 他应该只会把国家副主席当成一种荣誉 给那些接近要离退的人担当 就是继续走王岐山模式 李恒青认为习近平肯定不会找年轻一点的 因为找年轻的可能被认为是在找接班人 习现在不想让人有这种想象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提到 有一种情况目前讨论较少 就是李克强是否可能担任国家副主席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李林一分析说 习近平在劝李克强退出常委职务后 可能会犒劳他一届 给他安排正国级的副主席 也算是给了他面子 对外也可显示习的宽宏大量 没有斩尽杀绝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 但他认为这取决于习的权力斗争成败 以及李克强本人的意愿 假如李克强本人已经心灰意冷 那么习可能只需要顺水推舟 就会达成这个结果 新疆人权备受国际关注之际 新疆伊犁州封城已近40天 官方一刀切封控 带来巨大的刺身灾害 悲剧接连发生 伊犁州当地政府严禁民众出门 大门全被封死 多支网络视频显示 民众必须从窗户拉绳到一楼 才能拿到物资 楼层高的被要求撕床单 绑布条 还有核酸采样员搭云踢车 对遭封控的民众进行检测 伊犁州首府伊宁市的网友 发文控诉 伊宁市有31家医院 但要临盆的孕妇 却找不到医院接生 老人脑一血 好不容易送到医院 却因为重症病房 停诊 不能做手术 有小孩腹泻 得不到及时救治 在家中身亡 有的老人因饥饿绝望 上吊自尽 物资价格高得离谱 许多人家里面临断粮危机 许多当地民众爆料 伊犁方舱医院 简陋脏乱 甚至有的连措索都没有 有的地方直接在操场搭帐篷 民众白天顶得40度高温 在帐篷内隔离 有许多人因此中暑 有的没地方吃饭 把饭放在马桶上吃 真是触目惊心 一位网友发帖说 我今天9月9日 看到一个80岁老人 因为发了个求助贴 就被拉出去隔离 然后大白把房子里吃的 全给他消毒扔了 看到我真的绷不住大哭了 网友批评 伊犁疫情根本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 已经连续多日没有新增本土确诊 是当地的极端防疫措施 导致无辜的民众死亡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